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提醒怀孕妇女 有严重心脏问题等四类族群不适用 专家强调 过去文献主要是讨论在医院里搭配呼吸器 及早使用俯卧姿势 可以改善呼吸衰竭病患的养合状态 甚至可以降低死亡率 这次疫情爆发 发现也会造成急性呼吸窘迫症后群 医师分享俯卧的方式 专家表示 疫情大量消耗医疗资源 因此轻症者未必能顺利入住医院观察 治疗 甚至多数人会被要求返家自我观察 因此 印度卫生与家庭福利部也公布 居家自我俯卧姿势指南 换言之 就是自己在家也可以做俯卧姿势 快乐缺氧患者当心 建议定期测血氧值 俯卧姿势只适用于个案觉得呼吸困难时 或者血氧浓度低于94% 如果毫无症状就不用做 但要注意快乐缺氧的患者 尽管没症状 还是建议定期测量血氧值 有些禁忌症者不建议使用 如怀孕妇女 短期内发生深层静脉血栓 严重心脏问题 脊椎 骨盆骨折不稳定者 专家建议 在家中每个姿势规则变换 不是指俯卧糖一个姿势到底 图片的俯卧姿势公民重参考 倘若不幸确诊时 至少有自己可以处理的方式 但特别提醒在过去大型研究 还是在医院中执行 搭配呼吸器效果最好 如果你使用这个方式 一旦身体感觉症状恶化 不是 更喘 一定要立刻去医院求诊 不要错过黄金治疗时间 健康生活编辑部